是一辆车的核心 那我觉得一辆车的核心应该还是它的动力 因为它的加速 它的驾驶体验 以及它的油耗 这些东西都是跟它的动力系统息息相关的 今天我们分秒试驾的主角 我身边的这一辆一气奔腾的B70 这辆车它之前推出了1.5T的版本 今年刚刚推出了它的2.0T的版本 而且它所搭载的这台2.0T的发动机 可真的是有点了不起 它最大能够输出165千瓦 340牛米扭矩 这期节目我们就来好好体验一下 这辆搭载了2.0T 搭载了强悍动力2.0T的奔腾B70 首先我们还是从它的外观来开始聊起 这辆车真的跟我之前对B70的印象有很大的不同 我觉得这辆车它真的是在颜值上唤新焕然一新 帅了不少 车头这边最醒目的我觉得应该就是它的这一对LED的大灯了 真的是非常帅 它这边有非常尖锐的感觉 而且从前往后有这样的一个分叉 真的是非常帅的一个前大灯 然后它的中网 这种风潮式的黑色的中网 跟它的打灯有非常好的一个融合 而且是非常有气势 看起来很战斗的一个中网 再加上它前机盖上这种棱角分明的曲线 整个车头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帅的一个设计 再来到奔腾B70车身的侧面 这辆车它有4810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车长 它的轴距也达到了2800不折不扣的一台中级车的这样的车身的尺寸 它使用了一款19英寸的轮毂 而且细节它轮毂里面的刹车卡前也做成了红色的 真的是很有战斗的氛围 它整体车身侧面看起来是非常修长而且优雅的 车身侧面有一条前后贯穿的腰线 给整个车身做出了不错的层次感 而且它的门把手是这种隐藏弹出式的 你解锁车辆的时候它就会缓缓的弹出 不单能够降低行车时候的风阻 而且你每次解锁车辆的时候 还有不错的仪式感 奔腾B70它这个车尾的设计 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 这个小溜背会让它在路上跑起来的姿态 看上去非常的动感 而且它这个形状跟前大灯 前后呼应的这个尾灯 还做了一个贯穿式的设计 从尾部看过来 这辆车真的显得非常的精神 奔腾B70这套外观设计 被称为光影哲学之性感曲面 我觉得如果说之前的奔腾B70给人的感觉 更多是成熟和稳重 那么现在它的这套外观设计 我觉得立刻就年轻动感潮流了不少 进来到车内你会发现 它的内饰会做的非常有科技感那种冲击力 它有一块全液晶的仪表 然后中控大屏会跟液晶仪表形成了一个大连屏 而且它副驾驶前方这一块黑色的钢琴烤器面板 也跟仪表和中控连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贯穿式的视觉效果 再加上它的空调出风口 也是做了一个从副驾驶前方这样贯穿过来的设计 这样的设计会让它的车内视觉上的宽度显得很宽阔 而且它的中控屏幕下方空调操作区域这一块 看起来做的好像也是一块液晶屏的样子 当然这一块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液晶屏 不过它的这种整体的视觉效果 会让人觉得这车里有三块大屏一样 这个设计还是非常讨巧的 另外它的内饰的做工和用料也是相当讲究的 比如说它空调出风口这边 像它的操作的小把手上面 下面的装饰条都做了有点那种 水晶颗粒一样的这种质感 它的门板上也做了这种反毛皮的一个装饰 包括像它方向盘上还用了这种打孔的针皮 就会给人感觉这辆车 它的内饰用料还是相当扎实的 那这辆车它不单单有双屏 大连屏所带来的视觉上的科技的冲击力 它实际的科技感 实际的科技功能也是相当主流的 它的全液晶仪表能非常详细的显示 你行车时候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它的中控屏把空调信息 娱乐信息以及导航信息 都非常直观的显示在这个默认的界面上 当然了它的导航是支持在线的实时路况的 它的娱乐功能也可以通过网络 让你去找到任何你想听的资源 而且你可以通过语音跟车机 做非常流畅的沟通 命令它给你做行车中的对于车辆的各种调整和设置 它的这条车载系统 目前最主流的车载的智能应用 在它上面基本上都是可以找得到的了 那除了车载的娱乐功能以外 这辆车它的辅助驾驶功能也是非常主流的 我们体验这辆车这几天 在北京的环路上和高速公路上 也用它的辅助驾驶去跑了很久 不管是加速减速都会去做的 我觉得比较柔和吧 会做的比较像真人在开车一样 车道保持功能也是蛮稳的 我觉得奔腾B70它的这套辅助驾驶 你去长途行车的时候 在封闭道路上高速公路上 它还是可以很大程度上 去缓解你的精神和身体的疲劳的 接下来再来聊一聊奔腾B70它的空间表现 我自己是1米85的身高 前排做好了以后 头部有一拳以上的空间 整个视野横向的空间感 我觉得也都是相当不错的 储物空间方面 门板上方下方都有储物格 方向盘左侧还有一个可以打开的格子 电子挡杆旁边拉开以后 这边有两个杯架 前面还有一个小的储物格 中央扶手向深度还是蛮不错的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12伏的电源 在中控台下方 这边还会有一个储物空间 里面还有两个USB的接口 给手机充电 在这里会非常的方便 再来到后排 得益于这辆车 它2米8的轴距 腿部空间还是蛮宽敞的 我这边大概一全零 四指左右的一个腿部空间 头部空间 由于这辆车 它有点溜背的设计 所以我头部大概是 两指左右的一个空间 我觉得这个后排的空间 对于绝大多数家庭 都是够用的了 后排的配置方面 这边有两个空调的出风口 可以做独立的调节 然后下方有一个USB的接口 有一个12伏的电源接口 在下方还有一个不小的储物格 手机放在这里充电 应该也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这辆车 它后排中间地板的隆起 大概只有这么点 中间这个位置坐人 也不会有特别的拘束感 整体来说 这辆车它外观虽然看上去 是非常运动的一个设计 但是它2米8的轴距 也保证了它的内部 有非常良好的一个乘坐的空间 我觉得应付我们绝大多数家庭的 日常出行的需求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辆2.0T版的奔腾B70 开起来的感觉 首先就是它的动力 在同级别的国产轿车中 它能输出165千瓦 也就是224马力 340牛米扭矩的2.0T发动机 绝对属于顶级水平了 比同样2.0T的极力新锐的数据 要好看不少 实际把它开起来的时候 起步的时候 你就能感觉到它动力是很足的 但是它也不是那种 让人有起步很冲很贼那种感觉的车 它有一种那种成竹在胸的自信感 当你想要更多动力的时候 你继续深踩油门 当转速提升 渦轮开始进入状态 你会感觉动力随着你的右脚 踩下去的这种力度 源源不绝开始涌现 车身会被推着快速向前 持续的加速感 很快就能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或许是并入主路时的跟上车流 或许是你要超越前方的一辆车 或许只是你单纯的想要享受一下加速的快感 这辆奔腾B70的2.0T发动机所提供的动力 能让它在7.86秒也就是不到8秒的时间内就能完成百公里加速 在同级别的车型里面绝对算快的 当你低板油起步 极限加速也确实能够感觉到它的实力 不过我更喜欢它跟6AT手自体变速箱所配合下那种从容的性格 就是那种我虽然有这个实力 但是我更多的时间 我更多表现出来的是通过持续稳定的动力输出 让车平顺流畅的去到达一个比较高速的状态 这个也是一辆终极轿车它所该有的一个性格吧 奔腾B70底盘是前麦夫逊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 它整体的调校也是比较偏向于舒适方向的 在路过破损路面的时候 在过减速带的时候会吸收掉大部分垂直方向的冲击力 为车营造出非常不错的舒适感 不过当我们把它开上山路 让它在连续不断的弯道中接受考验的时候 又会发现它的底盘其实是韧性十足的 当它的悬架被压缩到一定程度以后 就不会再有过度的摇晃和侧倾了 车身在重心转换中会持续表现出稳定的状态 它也并不会因为是一辆轴距达到2米8的大车 而在山路上让人感觉到笨拙 过弯的时候呢 车头只要过了弯心 开始出弯的时候 你就可以放心的打脚油门 车尾会很顺的跟随上来 再加上它2.0T发动机 充足的动力储备 在多弯的山路上 无论是上山还是下山 都可以让你获得非常不错的驾驭乐趣 奔腾B70的刹车呢 踩下去出段脚感会比较软一点 需要你习惯性的多踩一点 不过呢 它的刹车力度还是足够的 在山路过弯需要全力刹车的时候啊 你一脚踩到底 它总能很好的在进弯前 就降到你所需要的速度 奔腾B70的方向盘是很轻的 在山路的激烈驾驶中啊 我总会想让它能够更稳一点 回正的力道更大一点 不过在市区日常用车的时候啊 这个轻便的方向盘 显然可以让开车更加省力 如果是家里的女主人开车的时候啊 我觉得他们会更喜欢这个 能够让他们更轻松的方向盘了 奔腾B70呢 它车内的安静性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市区内驾驶的时候啊 会对车外的造衣有很不错的隔绝 即使我们在山路上飞奔啊 发动机频频爆发出高转怒吼的时候 它也能够过滤掉很多外界的声音 不会让车内的人感觉到太吵 这一点啊 真的对整车的质感和乘坐的舒适度啊 有不错的加成 最后呢 来说一说油耗 这辆车我们在试驾期间啊 开了接近300公里 算出来的平均油耗呢 是百公里8.7升 对于一辆使用了2.0T的动力 而且在同级车型中绝对属于顶级动力的这辆 奔腾B70来说啊 我觉得8.7升的油耗是挺给力的了 最后啊 来聊一下这次我们体验的总结 这台2.0T版本的奔腾B70啊 它所使用的发动机 165千瓦 340牛米扭矩 这个数据啊 在同类车型里面绝对它是最强的 它同级家教动力魔王的这个称号啊 我觉得绝对是名副其实的 而且它的颜值呢 我觉得外观做的非常的犀利 内部呢也有很强烈的科技感 空间满足我们家庭使用 也是戳戳有余 这台车呢 它适合我们日常需要照顾全家人用车需求 偶尔啊 自己开车的时候 也想要激情一把 这样的一群消费者 而且啊 我觉得从这台车身上 从它所使用的这台强劲的动力上面 也能够看到啊 我们中国品牌对于终极轿车市场的一个深耕 15万的价格区间内就能够买到一台动力如此强劲 在其他方面 我觉得也都完全符合我们家用需求的终极轿车 对于消费者而言啊 也是非常难得的一款产品了 对于消费者而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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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